哈喽大家好我是奥登 今天和大家聊一下方强的注意事项 正如标题你的行为决定你的饮食安全 希望今天的视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帮忙订阅点赞一下 谢谢大家 首先是选用网络代理师的注意事项 第一点 不要使用白嫖的代理节点或者是免费的VPN 因为免费的东西总是有目的的 你不知道节点的背后是否只是为了收集你的个人信息 又或者只是钓鱼指法都有可能 总之 饮食安全是无价的 请大家务必自己去衡量利弊 我要等到被请去喝茶都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第二点 当选择使用VPN或者是机场的时候 尽量选知名度和隐蔽性比较高的 不要选一些乱七八糟的机场 大型的VPN服务商他们的系统相对来说比较完善 有些服务商还会提供一定程度的隐私保护 像是承诺不会记录用户的活动日识 提供安全的DNS解析等等 还有就是他们的IP比较多 用户体量大 更难定位用户 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IP 第三点 注册VPN或者是机场的时候千万不要用国内的邮箱 手机号 以及常用的用户名或者是密码等一切可能与你个人产生关联的信息注册账号 因为如果VPN或者是机场的数据泄露了 就等于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 更有可能机场主会拿这些用户数据去卖 不管你相不相信 这都是有可能存在的 如果你使用了国内的邮箱或者是手机号 这就代表能直接订阅到你个人 因为在国内使用邮箱或者是手机号订阅到你个人实际是太容易了 第四点 建议使用之间代理来替代VPN或者是机场 因为之间的代理节点自己有完全的控制权 不会像第三方服务可能会泄露你的IP以及目的网站等信息 在我的频道也有很多相关的教程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以上四点就是选用网络代理时的注意事项或者是建议 接下来是使用代理之前要注意的 第一点 使用安全的DN10服务器 例如使用Calfred或是谷歌的DN10服务 还有使用加密的DN10协议 像DOH或者是DOT 可以提高DN10查询的安全性 因为使用国内的DN10服务器是有可能会被审查的 而且国内的DN10服务器会限制或者是封锁境外的特定网站 一般情况建议使用DN10分流策略 让国内的网站经过国内的DS服务器查询 国外的网站使用国外的DS服务器查询 第二点 使用的代理节点必须是加密的 虽然加密的节点同样会泄露目标网站以及个人的IP地址 但是不加密的节点是可能会泄露你传输数据的全部内容 包括用户名和密码 第三点不建议使用全局模式 因为全局模式代表全部的网络流量都会经过代理选发 除了会降低国内网站或者是APP的访问速度之外 同样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 首先国内的服务提供商就已经知道你使用了代理 并且有可能将你的代理IP与你国内的账号产生捆绑 再者如果你无法确定你的代理是安全的情况下 当你国内的银行内APP或者是金融APP使用了代理网络 那么恶意的代理服务器可能会截取你的数据 对你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内的APP都会检查用户是否开启了VPN 如果开启会弹窗警告或者是直接退出应用 以上三点就是使用代理之前要注意的 接下来是翻墙过程中要注意的 第一点 不要用国内的邮箱手机号去注册国外的网站 建议注册一个居庙或是雅固等国外的邮箱 或者买一张境外的手机卡 因为如果你使用了国内的邮箱手机号去注册国外的网站的话 同样非常容易定位到你个人 大家最好国内和国外区分好 国内的账号注册就用国内的邮箱手机号 国外的账号注册就用国外的邮箱手机号 第二点 不要将国外的敏感资讯分享到国内的社交平台 也尽量不要将国内的资讯分享到国外的社交平台 分享转发任何资讯都要小心 且不要在账号登录的状态下分享 因为同样有可能将你的个人信息泄露 有些平台分享的链接会带上个人的账号ID或者分享的ID 无论是账号ID或者是分享ID 同样可以定位到你个人 所以大家要注意 第三点 谨慎发布任何信息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社交平台 你说的每一句话 转发的每一条资讯都应该自己负责 因为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网络上很多资讯都是带有倾向性的 保持政治敏感 遵守法律法规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 第四点 境外的社交媒体因为自由度很高 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 所以凡是涉及金钱的 请大家务必要小心一点 因为很大可能是诈骗 以上四点就是大家翻墙过程中要注意的 最后和大家聊一下手机 如果就系统安全性来说 按着系统是比不过苹果的iOS系统的 因为iOS是封闭的操作系统 所以安全性更高 大家翻墙的时候建议使用苹果手机 国产手机的话 最近小米也已经发布了自己的手机操作系统 红派OS 再加上鸿蒙 国产操作系统就有两个选择了 未来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手机厂商 也会发布自己的操作系统 不过国产手机使用国产系统 应该是一个大趋势了 再加上前段时间 工信部要求国内所有的APP都需要进行备案 未经过备案的APP不能提供物联网接入 以及无法在国内上架 当然一般情况我们安装代理软件 都是直接安装APK就可以了 对此来说影响不大 但如果以后出现比较极端的情况下 例如国产系统搞一个APK白名单什么的 或者限制直接通过APK安装应用 这样的话通过国产手机翻墙就很难了 当然这只是最极端的情况下 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总的来说建议使用国产安卓手机的朋友买一台二手的苹果手机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